今天是大年初八了 首先祝大家今年发发发 昨晚欧美股市呢 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尤其是美洲这边呢 隔夜三大股指出现了分化 涨跌不一 道指这边呢是有小幅上升 纳指跟SP500呢是出现了下跌 欧洲股市呢多数时间上升 那今天亚太地区会是怎么样的呢 昨天手套股大涨 以及科技股出现上涨 那今天手套会继续上升吗 大家好我是厚木利的陈小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每天中午五盘减评的活动 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 美洲 美洲这边呢纳指昨天是跌了0.58 标普500跌了0.37 道琼斯 微幅上升1.39 基本上是没有涨 欧洲的情况呢是多数在上升 像爱尔兰芬兰 根本还跟荷兰的仗数较大 下跌比较多的是布拉格指数 然后西班牙 希腊还有意大利 亚太股市截止到中国收盘呢 是多数实现下跌 早盘来看的时候呢是涨些参半 但是经过一上午的时间呢 出现了多数实现下跌的情况 今天的盘面是菲律宾领帐 台湾 新加坡 韩国 日经 泰国 昨天是中国领帐 今天呢是中国领跌 领跌的像中小板 还有深圳陈指的跌幅都比较大 那么科技版团的跌幅是最大的 跌了4.27 那么这个应该受重创的概率会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看它今天是一度下跌的 其实趋势状况早就已经进入熊市了 从3500多跌到现在为止是2700多 已经跌了800个点了 所以我们认为它 可以认为它已经进入到技术性的熊市 那么主要也是受美国加息的影响 所以科技版团影响比较大 顺应了昨天马股强势的上升 今天的马股是高开的 高开低走 到10点半的时候呢 基本有止跌的迹象 目前慢慢的已经占了 广线开始上升 今天出现变盘的概率就增加了 如果说接下来一会儿能够把早盘 这个高点又过了 收了阳线 那意味着市场变强 原先的阴阳相隔出现的规则也就结束了 现在目前已经处在上升区当中了 现在目前来看的是一个十字 但是跟昨天说办价来比的 的话是上升的 我们来看这个趋势和更新状况 其实状况呢 在早盘看的话比较多 目前来看的话已经上来了 而且收了十字 然后从更新状况来看呢 是红柱比昨天要多 然后下边的这个轻柱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从60分钟图来看呢 就在接近五盘的一个小时呢 又出现一个阳线 昨天我们在看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啊 其实今天早盘呢 有收了一个假的一个阴线 其实是一个阳线 但是最终还是跌破了白圈 跌破白圈之后马上又回到了 又又又上来了是吧 所以说下午的第一个小时也很重要 下午如果第一个小时也受阳线的话 就比较好的 在这个分钟图当中呢 是没有庄家的 也没有散户 也没有外资啊 多数是由自表定 从今天的盘面特征来看 是略显弱势 尤其早盘的时候呢 只有五个五个行业上涨啊 八个行业都是下跌的 到了你收盘的话 只是有所上升 上升的股票到达了319 下跌的股票是458 平盘的股票是381 从指数来看呢 目前已经受阳线了 已经是涨了2.21 涨了0.14 平中时间上升的行业是八个 时间下跌的行业是五个 但是早盘看的时候呢 确实是比较弱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早盘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势 因为我们每天有个家习早盘 我们看一下这个盘面 你看早盘的盘面是这样子的 五个行业是上升的 八个行业是下跌的 现在目前有一点转过来 所以有一点转强 如果你想及时的去收到早盘的一个点评 包括我们在早盘呢 也会发一些 最早呢就是在不到九点的时候 会发一个隔夜美股的情况 加上这个个股一些消息呢 在这边会有血啊 包括红金啊 原油啊 棕油啊 包括码币美元啊 人民币对码币啊 是吧 都会有一个简单的 什么一个概括性的一个 是这个信息 然后后边呢还会发一些 比如这个是关于大东商品 大东商品的这个持育上升 是吧 这是一个有用的信息 近期很多上升的个股 都说明大东商品上升有关系的 尤其是油气啊 但棕油啊 对吧 然后加上呢 我们还会发关于这个资金数据 什么资金数据 这个呢 每天可以看到 每天的今天呢 是机构大 昨天的机构大量的卖出 然后foren是净买家 还有这个retail也开始净买入了 那么这个数据呢 是在五盘里面有的 我们如果想要收听啊 收看早盘的话 就可以点击我们评论区域啊 点击点击点击我们评论区域的链接 进入到谷歌讲股学习频道啊 进入到我们学习频道之后呢 那早盘也可以看到 那五盘点评呢 你也可以听到啊 比较全面的了解的一天的股市 然后今天领跌的行业是utility啊 跌0.53 其次是healthcare跌0.32 healthcare呢 没有延续昨天的上升 也就是一直有 然后各个行业领账的行业方面呢 没有账特别多的 然后是consumer账0.29 账账是最大的 其他账的都比较小 刚才我们看也是消费是账最快的啊 最最多的这边来看的话 确实也非常强势 下面的红柱也出现了 那么今天是非常强势的 然后我们来看其他行业 那这个是telecommunication 有小幅上升 但是下面也没有吵架 这个是consumer啊 consumer这边呢 目前有橱圈 目前有一点点小的上升 inna3这边呢 是高开低走 下面资金状况呢 是略有减少 但是散户消失了 如果说没有办法 能够突破前期高点呢 但是有可能要住双头 然后是finance service这边呢 有变回圈 但是下面资金状况呢 还是略有减少 anage这边呢 早盘跌标动 目前收了个十字 如果说接下来没有办法 能够突破这个前期 这个第一高点的话 也就勾住双头的概率也比较高 科技方面呢 继续跟随纳斯达克 那么昨晚的纳斯达克 是有下跌的 今天呢 是目前为止呢 科技板块也在下跌 科技板块的规律呢 有所变化 从原先的阴阳相隔出现 到1月28号29号呢 出现了两阳阴阴的情况 是吧 那么到2月4号 2月5号又是两阳阴 所以今天应该收阴线 是对的 下面的资金状况呢 略有 这个庄家略有出现 但是不多 散户还是减少的 他看着昨天涨太多了 已经有回调 但是回调的幅度 也不是那么大 散户又增加 这个外资和机构 都有减少 这是基本上属于 这个行业方面 然后个股方面的涨幅 跌幅超过10% 跌幅超过 4%的是8只 然后涨幅超过 18%的是15只 这样是基本上 倍数的关系 说明多方力量 开始有所增强了 我们来简单看一看 这些涨幅靠前的个股 前几个也都是 是基本没什么趋势的 那基本都是中低价股是吧 中小股比较多一点 那这个ate a 今天有出现冲高回落 这么来看是第一个红圈是吧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这是二 目前要走三是吧 专家比例的话 也是连续两天增仓了 这个紫线有点转头向上的意思 但是但是还是个反弹吧 其他的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起测 8052呢 还在助击震荡 下面涨下比例呢 有明显增加 这次没有对到 前期低点的钱 代表有强势的一种征兆 那钢铁率有表现 因为刚才看到 大量商品在一起是吧 铁光石起了很多 然后以及一些工业方面的 个股也表现不错 那你是不是做对的股票呢 是吧 你抓的股票对吗 有没有吵架 以及他是不是在一个商务区当中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同样也是点击我们评论区的 电影方式啊 发送一股费代码过来 我们就可以跟您分析 另外每周的 百周礼拜的话 我们也会在这个平台呢 做这个整股的 这个活动啊 整股的专场直播 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这段股票 非常感谢大家的周五收听 我们今天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觉得好呢 帮我们点个赞 转发出去 让更多学员能够学到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呢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频道